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South Carolina 南卡的Klemerstein University 在这里给美国计算机奥赛国家集训队做教练 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家长对这个集训队有很多的好奇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有机会参加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多星期的生活记录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是要去吃饭 这个奥赛的负责人呢约我们去一家叫Parma Granite 叫石流的餐馆吃饭 我现在呢再找这家餐馆 好了 应该就是这一家我看见了一个石流的标志 这家餐馆的烤肉好像还不错 餐馆里头人很多 做的满满的 我点了一串羊肉和一串牛肉 味道还不错 我吃的很饱了 然后呢吃了饭以后呢就开始干活了 我们就一起去检查一下教室和实验室 然后呢还去搬那些东西为以后的活动做准备 现在呢已经很晚了 所以我们就回学生宿舍睡觉 我已经在大学工作了十好几年 这还是第一次住学生宿舍 为什么没有住过学生宿舍呢 因为学生宿舍很贵 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是靠奖学金生活 一个月就一项顿来块钱吧 住学生宿舍那个时候我记得要七八百块钱一个月 如果在外面租房子住呢一个月只要两三百块钱 那个时候了 好了 我现在就开门进去 进来以后呢就先是一个卫生间 然后房间里面有一张床 有一个小柜子 还有一张桌子 所以就非常的简单 然后这边是洗澡的地方 这边还有一间房还可以住一个人 所以学生宿舍它贵呢不是说它条件有多好 主要是它的位置好 如果住在学校每天早上可以睡了懒觉再去上课 这个床垫好像很硬 我上来试一下 确实很硬 好了 我下去找它要一下床单和被套 现在呢就把床铺起来 这个还是比住旅馆要麻烦一些 不过我们读书的时候呢 都是住在学校外头 到学校来还需要坐bus 要走公共汽车 所以每天一早很早就得起来 那时候呢还是觉得住学生宿舍方便多了 尤其是如果有考试啊 或者晚上有project要du啊 晚上需要熬夜的时候 住学生宿舍呢就可以熬得很晚 然后就走路就回宿舍 住在外面就没这么方便 好了 睡觉 现在呢是早上八点 我带着一群集训队的队员去吃早饭 我们有些教练是从加州来的 加州呢和这边有三个小时时差 所以现在还相当于是加州早上五点 所以有些教练早上还起不来 看看早饭有些什么 有燕麦 土豆梨和烤的土豆 还有鸡蛋和烤的面包 还有酸奶和水果 那边还有bago 还有bacon 还有bacon 还有pancake 吃完饭呢我们就去教室 那这个集训就算正式开始了 我们这次集训队呢 一共有30名队员 有23名男队员 有7名女队员 这30个人呢 是从全国的中学生里挑出来的 是计算机科学方面 最优秀的30名学生 可以算是万里挑一了 我数了一下 大概有24 5人都是华人 中国人 那么这个集训队最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要从这30名学生中 能挑出4个人 最优秀的4个人去参加 8月份举行的国际信息奥赛 那么我们怎么挑呢 其实就是考考考 所以在这个集训队每天都会 有一场考试 有的时候是3个小时 有的时候是5个小时 最后会挑选 就是得分最高的4个人去参加奥赛 所以至于学生的压力 还是挺大的 也很辛苦 而且这群学生是我看到过的 学习习惯最好的学生 非常的好选 当然我们也安排了很多课外活动 比方说我们第一天考完了以后呢 吃了晚饭 我们就去玩了一个密室逃脱的游戏 好了我们到了这个break out room 然后呢同学们都很聪明 好多组都完成功了 但是我们教练这一组呢失败了 我们没有break out 没有从密室里逃脱出来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